此季照顾护陈文才 因离患鼠尿病入院 在康复出院之际 志工聚集 要为他清扫居家环境 由于陈文才的企鹅 都患有智能障碍 平日疏于打理 卫生环境欠佳 因此志工是用心挑选 轻便的新家具 让整洁与舒适都能够兼顾 她本身也是不会打理 然后她的太太 根本就是不会做家务 所以她的环境 是十分的糟糕 老鼠也多 然后整间的杂物 衣服 总之是一团糟 可以讲说 大致上就把她的整间屋子清空 花了一整个上午 才完成清扫的工作 是很高兴 可以抽出这样的时间来服务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修行算是吧 看到别人的一个难处 自己也觉得感恩 这些东西都没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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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人家是从事地 把我扶好有问题 就大了给它送 这个电机对的 能够用吗 能的 此机陪伴陈文才已超过十个年头 情同佳人 疼惜身陷在平病中 就盼能给他一个清静的欢喜地 大爱新闻刘海伦 徐宝林 带回答马来西亚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